你在家裡會下廚嗎 我自己媽是小愛 我比較少一點 就是小愛會多一些 但其實我也會一些簡單的料理 那小愛的拿手菜為什麼 小愛的拿手菜是 它算是日本料理啦 它是蠻厲害的 那我蠻喜歡它的客家菜 我很喜歡它的菜包呢 菜包呢很好吃 目前的狀態就是 禮拜六 禮拜日回家 那小孩子也看到我就是比較 怎麼講 期待然後開心 那我本身就是希望把 他們快樂的那一面 就是我能帶給他們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 盡量能讓他們開心 然後讓他們可以享受 在家庭的樂趣是比較重要一些 有一天我在哄我女兒睡覺 然後我就跟那個愛來講說 爸爸明天要去上班了 然後他就說 爸爸是我起床 你就不在了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然後他就默默的轉過身 這樣抱我一下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哇 好感動 然後我就覺得 快要流淚 但那時候真的是很想 先讓他睡覺 因為有點晚了 然後隔天早上 我差不多都坐6點多的高鐵 然後我就 起床默默的整理行李 然後我就聽到房間用腳步聲 然後他就打開門 然後就 然後衝過來說 爸爸我愛你 就抱著我這樣 那時候覺得 好不想在台北錄影 小蛙有給你什麼鼓勵嗎 我覺得他對我的支持很多 因為從直到街 全明星運動會這個節目 其實他就是說 既然要做你就把它做好 然後家裡的部分就交給我 然後你就全心全力的 把你的紅隊帶好 然後把自己的職務 然後該做什麼的角色去做好 這不只是一個節目 這是你的責任 而且要讓紅隊更好這樣